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5月23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四 關於英國的間諜案 我們收到一宗 驚人的消息 就在 星期日 大家也知道 這個名字是Matthew 被人造光了 我們不會相信一個人要自殺 會去一個公園 當日 星期日也是天狼氣清 在這樣的地方 在這樣的心情 我想如果天陰陰也有機會自殺 天氣好 加上公園 星期日也有很多人 為甚麼會在那裏暴斃呢 我覺得被人堵擠的機會很大 而且他是英軍 受過特別的訓練 海軍陸戰隊 服役了海軍陸戰隊那麼長時間 警覺性一定很高的 所以 做過他的人 肯定是熟人 甚至乎有可能 是一個他的拍檔 又或者他是一個信任的人 我們今天要說另一個主角 就是另一個被告 38歲的香港人 魏智良 他 也是在同一間 D5 Security 公司 擔任這個工作 裏面介紹他 在王家 英軍服務 有20年軍警經歷 這件事令我很質疑 18歲 就做這個軍警 今年他先38歲有20年經驗 即是18歲開始做 這個有點匪夷所思 因為不是很合理的 你當警察 香港有16歲去當警察 還是要做學警 18歲 開始從事 軍警工作 有點質疑 我們有些朋友是英軍的 不過 錄金的時間沒有問到 他說他同樣是王家海軍 也是 特種特擊隊員 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 就是有內部人士爆料 說他跟Matthew 同一天 是失蹤了 而他家人 是48小時 報案 我翻查 所有的英文媒體 中文當然沒有 也沒有他任何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向警方報案呢 如果報案 正常來說 會曝光的 那麼是否警方特意押下這件事呢 還是真的 沒有這件事呢 他只是失蹤的意思呢 由於 那個Matthew已經被人 對抗了 那麼現在 三個人被捕 只剩下兩個人 這個如果也會失蹤 那麼最後剩下那個 會怎樣審呢 過堂的時候肯定不齊人 到時會不會三個都不出現呢 這個不奇怪 或者甚至乎是三個 都失去聯絡 沒有辦法出庭 究竟他們是 自願的 即是棄保潛逃 是自願的失蹤 還是不自願失蹤呢 有兩種 失蹤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是自己躲起來 一種是被失蹤 被失蹤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 仍然 在人間 一個就是不在人間 最近經常有人引述古龍的小說 就是說 只要死人 才可以保守秘密 是不是 其實死人也未必一定可以保守秘密 因為 他的屍體也可能會有些蛛絲馬跡 現代的有很多查案 到底是怎麼死啊 如果你把Matthew解剖驗屍 你就可以驗得到他究竟是死因如何 是自殺呢 他殺呢 中毒呢 還是怎樣呢 這個暫時我們還未知道 我們看看過往近十幾十年或幾十年在英國 只肯俄羅斯 敢在英國行兇 而且不止一次 他們用毒 通常俄羅斯特工就是用毒 去對付他們要對付的人 不過 只限都是 他們暗殺俄羅斯裔的人 很少敢動英國人 這次呢 我覺得是政治方面 是有英國人在英國本土被外國的 間諜 是暗殺的 這些case 可以說是服務論國 但是如果站在英國的立場來說 這件事當然是很嚴重 大家想一下 你真的很沒面子 達英帝國 你搞情報 怎麼會容許 你們的這些 英國子民 被外國的特務機構 做掛 他保釋 甚至乎也是很大問題 為甚麼可以容許他保釋呢 他在裏面可能安全一點 可能不用死 現在在裏面就死了 另外一個位置良 是不是被人殺了呢 還是他自己躲起來了呢 躲起來了在哪裏呢 中國大使館 只要躲在中國大使館 可能會外面的人找不到他 倫敦警方也不可以說 說去就去 有機會搜索不了他 還是他已經在泰晤士河底 被人做關了 扔了下去呢 這個兩院也有可能 是不是 或者會不會潛逃呢 大家想一下 其實要偷渡來英國不是那麼難的 英國你坐飛機 就說有海關而已 就說你如果真的拿著快艇 或者坐船 偷偷地上船 去法國 其實是誰找到你 是不是 真的找不到的 當然啦 去法國的船 其實那個 那個叫做檢疫 檢查是很鬆的 當時我們第一次去法國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一起對付護照 我們都沒有出現 只有一個人負責被他吸引 然後就坐車上船 如果要離開英國 其實呢 我覺得是很容易的 真的容易到不得了 因為我們試過嘛 我們試過當時 我們對付了我們 五個人對付了護照 如果 如果我們車上坐了一個人 他是想離開英國的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沒有人查車的 即是坐船去法國 所以呢 他要 偷渡離開英國是很容易的 當然啦 英國的情報機構 肯定要跟隨他 如果有人跟 怎麼會發生到那個 Matthew 死亡案件呢 除非他自己真的服毒自殺 吃了藥 去到公園那裏 安場離去 你真的不知道 情報機構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他是被人謀殺 照他的情報機構沒有可能 看著他被人移動 你們 不阻止的 就算阻止不了 也會抓到人 沒有公佈任何事情 抓到人沒有可能不說的 當場逮捕 或者經過特種部隊 情報機構 根據這個情況下 抓到人 沒有任何的報導 那麼你說 其實是怎麼動手的呢 我想知道 還是真的沒有人跟呢 如果 情報機構抓完他們 告他們 國安法 告他們 這個是間諜罪 竟然沒有人去盯著他們 沒有人去跟蹤 我覺得 真的是 做漏事 英國有沒有那麼失策呢 我真的在想 英國會不會那麼失策 如果英國那麼失策 我們在那裏豈不是很危險 是不是真的 這個位置良 消息報 報給我聽 說他的家人跟他失去了聯絡 超過48小時 所以就報警 所以是星期二 即是星期二晚 還是星期三 昨天 收到消息 是星期三來的 可能時間差不多 他可能 未必是家人直接告訴他 可能是明察暗房 或者是有些線索 渠道我們不猜測 他剩下的渠道我們不猜測 我們只知道這個爆料人是挺有份量的 所以我們也 選擇去相信這件事 當然我沒有辦法證實他是不是真的失得中 或是他到時再出來 現在躲起來 防止人們暗殺呢 因為 當 Matthew出了事之後 其實他也可能會害怕 你跟他同一個服役在同一間D5的Security 這間公司 當然那個是洋人 當然那個是洋人 但是我自己有來的 自己有 你裏面跟MI5說過甚麼 你有沒有爆料 你爆料還是沒有爆料 我們怎麼能信得過你 也是那句話 古龍所說 死人是最有能力的 最有能力的保守秘密 只要把你變成死人 那你就可以永遠保守秘密 會不會是真的出現一件事 他也有生命危險 所以他自己躲起來 家人也說找不到他 會不會是這樣呢 這個也不排除有這樣的可能性 他害怕起來 是不是 如果是害怕的 就進去 軍程五處 軍程五處 可能會提供保護 是不是這樣 還是已經 已經是遇害呢 被人做關了 可能不知哪裏 拆回他 到時 在泰晤少爺放上來 終於看到了 還是自己躲起來 或是中共包庇他 他躲在中國大使館不出來 但是這些東西可以躲很久 大家記得那個時候那個 那個叫做維基 好像維基解密那個阿桑奇 躲在埃加多爾大使館 躲了很多年 另外還有一個也是 躲在使館裏面 躲在很多年 當然大使館裏面 你好像坐牢一樣 你有自由 實際上也等於沒有自由 你不可以出去 因為出去可能會沒有命 或者會被人抓 我們 都要真的跟大家詳細地探討 法國的路線實際上是真的 你出境 除非你人跟蹤 如果不是我們普通人出境 你真的 想潛逃離英國 潛逃離開英國是很容易的 英國政府這件事 不知道會不會去查 或者會不會有人去跟 如果你沒有人跟蹤 如果你是沒有人跟蹤 隨時可以走啦 不是開玩笑啦 當時我們走的時候 真的是 我們四個人都沒有下車 一個人 做代表 去給他一本護照 去給他一本護照 證實我們要上船了 他也不知道有沒有吸引 好像是有吸引 是法國的人 然後 船到法國沒有人來 沒有人查的 完全沒有人看車裡面有多少人 你想一下 如果有人射 隨時可以有英國找很多人去 不過可能英國覺得 只有法國人偷渡來英國而已 沒有英國人偷渡來法國 所以他們 可能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 我們真的要詳細跟進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索出這件事 現在反而第三個人 就是主謀 這個袁重錶 如果一個鄉了 另一個失蹤 袁重錶會不會一樣呢 會不會被釘起來呢 或者是被藉起來呢 或者是被潛逃呢 到時三個人 都不會出庭 好了 這件事 真是有時間搞 我們密切留意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趣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啤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不要做的話 請試試試試看 一下 純粒 製作